这起邮局抢劫案 警方之所以能够火速破案 关键就是在于车牌辨识系统 于是嫌犯罪案前拆了车牌 途中又把车牌挂回去 警方因此逮到机会锁定犯案车辆 而幕后工程还包括了邮局旁 活动中心的一群长辈们 当时他们发现有异状 就立刻拍下了车子 让警方得以火速歹人 其实这已经不是这间邮局第一次遭抢了 在2018年也曾经遭抢 似乎就是锁定一人邮局犯下抢案 快点 报警110 26号早上10点多 南投鹿谷乡清水邮局 遭一名嫌犯持财兜抢劫 而遭抢邮局旁就是老人活动中心 这一群阿公阿嬤们 激紧用手机拍下抢匪力的大功 就听到外面就有人在看 说杀人抢劫 很大声一直轻轻 就马上赶快出去看 第一时间拍下车子 让警方有机会可依车牌辨识系统迅速 循现歹人 只是当地民众说 这一间邮局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遭抢 上一次就在六年前 但是好像是 但是是不同经理在这边 附近民众指出 这一间邮局是二度遭抢 2018年就曾被人抢过50万 警方研判会遭锁定 恐怕是因为地点偏僻加上又是艺人邮局 而且附近监视器不多 变成歹徒下手目标 这一回嫌犯因投资失利 心生歹念十遭抢劫 甚至还放了汽油弹纵火 幸亏有热心民众帮忙才能顺利逮捕嫌犯 不过为了避免艺人邮局再度遭抢 警方还强调会加强周遭监视器系统 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解针路车南投报导